昨天1月5日上午9时至11时许 朝鲜向半岛西部公海的北南海上缓冲区北方一侧发射200发炮弹 许多媒体错误引用多年前朝鲜炮击盐平岛的视频 认为朝鲜再次炮击了韩国盐平岛 其实朝鲜所有的炮弹都落在朝方一侧 不过 朝鲜向双方一定的缓冲区发炮 显然是明显的挑衅 因此韩国军队立即作出反应 除了立即通知盐平岛及附近居民进入隐蔽所 而且迅速以重炮向缓冲区南方侧进行射击 共发射了400枚大口径炮弹 韩国之前被朝鲜攻击 都是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的稀释宁人立场 这次为何反应如此迅速 而且加倍还击了呢 这是因为韩国现任尹熙岳政府奉行对朝极其强硬的政策 简单的说就是骂要还嘴 打要还手 既不能输人 更不能输阵 12月28日 韩国总统尹熙岳看望韩军一个前沿指挥所时 只是韩国若遭遇朝军挑衅 都应当立即做出猛烈回击 先实施报复 然后再向上报告 即先斩后奏 而绝对不能像之前那样层层报告 错失战机 助长对方挑衅气焰 韩国军队显然这次真实地执行了现任总统尹熙岳的指令 这件事并不会继续延烧 因为朝鲜测试到了韩国军队不同以往的强硬反应 显示尹熙岳先前对韩国军队下达的迅速回击朝军挑衅的指令不是作秀 而是得到韩国军队切实执行的一项政策 接下来的挑衅就会三思而后行 至于朝鲜和韩国一旦发生冲突 两边谁的实力更强 客观地讲 朝鲜虽然号称是宇宙第一强国 可以分分钟灭了美帝 韩国军队一向被认为是美军的傀儡和仆从军 但实际上 驻韩美军才是韩国人的仆从军 专为保卫韩国人安全而存在 韩美军队算不上宇宙第一 但在地球上具有碾压对手的实力 俄乌战争和哈以战争打了这么久 如果许多人还相信朝鲜是宇宙第一军事强国 俄军实力世界第二 战无不胜 原污耗尽了西方阵营军火库存之类的鬼话 我实在是无语了 我也无意要说服任何人 继续让时间来验证 提到朝鲜半岛 不能不提一个意味深长的大新闻 1月5日 朝鲜官方媒体发布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至日本首相盐田文雄的慰问殿 惊喜日本从新年一史不幸遭受地震灾害 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物质损失 我向你并通过你向遇难者家属和受伤人员表示深切的同情和慰问 我其愿灾区人民早日消除地震灾害后果 恢复安定生活 跟海南某知名媒体红人对日本地震幸灾乐祸相比 一向是日本唯不共带天敌人的朝鲜最高领导人的罕见举动 是不是耐人寻味 在伊斯兰国承认制造了两起对伊朗的恐怖袭击后 原先发誓要对袭击者进行加倍报复的伊朗 从最高精神领袖到之前打了鸡血一样兴奋 发誓要血债血环的苏莱曼尼支持者 全都哑巴了 不是说他们不敢打击伊斯兰国 而是他们根本找不到对手藏在哪里 稍早前 12月25日正在叙利亚担任军事顾问的伊朗革命卫队 高级指挥官塞伊德拉奇·穆萨为准将 在以色列对叙利亚的导弹袭击中被斩首 伊朗总统发誓要让以色列付出沉重代价 到现在也没有了下文 事实一再证明 像伊朗 哈马斯这样的国家和极端组织 嘴皮子绝对天下无敌 但跟他们不共戴天的敌人十刀针枪对阵 就只有秘亡的下场 哈马斯各种不服 主动袭击以色列 下场大家很快就看得到 现在哈马斯背后最大的靠山伊朗受到各种侮辱性的打击 除了动动天下无敌的嘴皮子发狠话 就不敢采取任何实际的军事回击措施 谁还能为哈马斯出头送死呢 这就注定了哈马斯很快走向灭亡的命运 过去24小时 伊军继续在加沙地带围剿哈马斯等巴勒斯坦极端组织武装 不断缩小包围圈 伊军打死100多名极端组织成员 有数十名极端组织成员投降 从下面美国战争研究所绘制的加沙地带最新战况图上可以看出 伊军大规模地面军事行动 有可能在我原先预估的2月上中旬结束 即扣除临时停火时间 大约三个月内完成 随着伊军包围圈越来越小 哈马斯等极端组织只要一露头就遭到精确炮火打击 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的频次显著降低 美国五角大楼1月5日宣布 美军在巴格达进行了一次精确打击 击毙了伊朗扶持的伊拉克真主党武装高级领导人 穆斯塔克·贾瓦德·卡奇姆·贾瓦里 伊拉克政府和伊拉克真主党武装证实了美军这次袭击 美方发布的视频显示 一枚精确制导炸弹准确地击中了卡奇姆·贾瓦里乘坐的汽车 将整个汽车撕成了碎片 卡奇姆·贾瓦里及同车三名助手全部灰飞烟灭 当时车辆行驶在无人道路上 美军这次斩首行动没有造成任何附带的平民伤害 美方表示 卡奇姆·贾瓦里策划了最后针对伊拉克美军基地的一系列袭击 这次基于可靠情报的精确打击行动 是对美军基地最近遭受连串袭击必要和适度的反应 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看到反美 反以的伊朗 伊拉克极端组织头目 最近接连被美军 以军成功斩首 而且前段时间袭扰以色列的行动受到以军猛烈回击 自身遭受重大损失 1月5日 黎巴嫩真主党武装表示 他不寻求与以色列的全面战争升级 这证明在实力碾压自己的对手面前 之前发誓要与哈马斯共进退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开始耸了 关于俄乌战争 白宫国安会发言人约翰·科比1月4日表示 美国情报官员已经确定 2023年12月30日和2024年1月2日 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来自朝鲜 更早前2023年11月底 美国国防部发布了一份报告 透露朝鲜在当年10月份 向俄罗斯运输了1000多个集装箱的武器和弹药 其中包括了短程战术弹道导弹 我昨天文章中说 在我没有看到更确切的证据之前 意味涉及到我们的友好邻邦朝鲜 我不会轻易下结论 晚上我就看到了许多媒体报道 乌军公布了2023年12月30日和2024年1月2日 两次俄军大规模袭击中 被乌军防空系统拦截的朝鲜原额导弹残骸照片 我这里仅选择其中一张放在下面 现在可以基本确定朝鲜不但向俄罗斯提供了大量炮弹 而且确实提供了一定数量的最大射程超过800公里的弹道导弹 维持我昨天的结论不变 伊朗 朝鲜原额无人机 炮弹和导弹等武器 肯定会延长战争结束的时间 增加乌克兰军民的痛苦 但绝不会改变俄军被击败的命运 除非俄军确实练就了朝军那种用石头 弹弓打下美军战机的过瘾本领 这有力地证明了美方和乌方对朝鲜原额武器弹药的指控 并非信口开河 而是掌握了非常确凿的证据 同时证明了朝鲜原先公开声称 没有向俄罗斯提供任何武器弹药 相关指控纯属西方阵营对朝鲜的造谣抹黑 已经成了过时的历史声明 联合国安理会定于10日召开会议 讨论俄罗斯在乌克兰使用朝鲜弹道导弹仪式 由于朝鲜悍然退出核不扩散条约并多次进行核报实验 联合国安理会出台多个制裁决议 严禁朝鲜所有弹道导弹活动 并禁止成员国向朝鲜出口和进口武器 因为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拥有一票否决权 我不认为会对朝鲜和俄罗斯违反安理会决议的行为 做出任何惩罚决定 换句话说 联合国安理会设置一票否决权的时候 从未想到如何制裁常任理事国违背安理会决议的行为 由此可以看出 联合国及其下属所有机构的权力极为有限 维护联合国宪章和现行国际秩序 还是要靠实力说了算 我昨天文章提到1月5日 乌军使用大量导弹和无人机 对俄军占领的克里米亚半岛和俄罗斯本土 进行了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 现在有了来自俄乌官方和国内外权威媒体披露的大量消息 乌空军用十枚英法援助的风暴阴影导弹 袭击了克里米亚的军事目标 其中至少三枚导弹没有被拦截 几乎同一时间 为干扰俄军防空系统 乌军发射了大量无人机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 防空系统在克里米亚半岛和库班上空拦截了36架无人机 乌克兰袭击了克里米亚和临近的俄罗斯本土地区的交通枢纽 防空阵地 雷达装置 指挥所和海军基地 视频显示 俄军部署在克里米亚大桥附近的防空部队 发射了大量防空导弹 成功拦截了所有来袭无人机 克里米亚大桥被临时关闭 被占领克里米亚半岛的叶夫帕托里亚和塞瓦斯托波尔发生猛烈爆炸 乌克兰的无人机和导弹瞄准了叶夫帕托里亚 俄罗斯在萨基的机场克制海峡大桥和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新罗西斯克克里米亚的一个俄罗斯弹药库被摧毁 摧毁了一个俄军指挥中心 破坏了叶夫帕托里亚的俄军防空雷达系统和一个通信中心 俄罗斯任命的克里米亚半岛塞瓦斯托波尔市长米哈伊尔拉兹沃扎叶夫表示 这是近年来最大规模的袭击 武空军司令奥列什丘克中将兴奋之情一语言表 他说 向克里米亚的占领者致以问候 并再次感谢空军飞行员和所有计划这次行动的人 他们的战斗工作无可挑剔 乌军导弹击中一个俄军指挥中心 造成至少23名俄军官兵阵亡 其中5名高级将领 不止一个传言称 俄军总参谋长 对乌作战最高指挥官瓦列里·格拉西莫夫大将 在周四乌军对克里米亚军事指挥中心的袭击中丧生 如果只是俄罗斯军事博主们和一些非官方媒体的报道 我当然不会提到格拉西莫夫大将阵亡的传闻 关键是乌克兰南部国防军发言人纳塔利亚胡美纽克表示 我们正在收集人们目前感兴趣的这一信息 一旦得到确认 我们将予以公布 目前我们只能说明已知的情况 俄军指挥中心已经被摧毁 面对国内外众多媒体的询问 截至本轮发文时 俄罗斯国防部拒绝就格拉西莫夫大将 是否在乌克兰前线阵亡作出回应 格拉西莫夫大将是否被炸身亡 其实对俄乌战争进程的影响也不大 无非是对俄军士气又一次沉重打击 2024年俄乌战争的最大看点之一 是乌军彻底摧毁克里米亚大桥 进而展开收复克里米亚半岛的军事行动 除了克里米亚半岛及周边俄罗斯本土地区 遭到乌军导弹和无人机大规模袭击 乌军同时发射大量火箭炮和无人机 袭击了靠近乌克兰的俄罗斯比尔哥罗德州首府 比尔哥罗德市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遭到多架无人机袭击 并导致大片社区临时停电 暖气中断 乌军特工还混入俄罗斯一处机场 炸毁了一架俄罗斯昂贵的苏34战斗轰炸机 比尔哥罗德市克雷达区至少落下6发火箭弹 比尔哥罗德州州长维亚切斯拉夫格拉德科夫表示 市民们在呼吁我们很害怕 请帮助我们到达安全的地方 他说当局正考虑疏散危险地区的居民 1月5日夜和6日凌晨 以自乌军多架无人机突破俄罗斯防空系统 或者是遭到乌克兰特工的破坏 首都莫斯科的几座变电站相续发生爆炸 大片区域发生断电和暖气中断 莫斯科夜间气温为零下20度左右 没有电力和暖气供应 让居民苦不堪言 1月5日晚 武军警局特工还深入俄罗斯 撤离亚宾斯克的沙戈尔机场 点燃了一架俄军34战斗轰炸机 并隐藏在较远处录下战机被焚烧的视频 乌军上述一连串大动作 显然是对俄军之前对乌克兰发动 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的报复性反击 在乌军拿到更多远程打击工具后 对俄罗斯本土的打击还会持续加强 当地时间1月4日 德国宣布向乌克兰提供新一批军事援助 包括10辆马德步兵战车 两辆排雷坦克 30套无人机探测系统 155毫米火炮弹样 爱国者和防空系统导弹 以及一套天网防空系统 德国队乌军援目前是整个西方阵营中最为给力的 几乎每隔一两周就会宣布一批新军援 俄军最近两个月显著加强了对哈尔科夫州的酷皮扬斯克的攻击 乌方情报显示 俄军最近调集大量兵力和装备在酷皮扬斯克方向集结 很可能发起大规模的进攻 此处俄罗斯主力来自俄西部军区的第1和第6禁卫坦克集团军 不过 如于坦克损失严重 他们现在主要依赖步兵进攻 虽然这两支部队号称俄罗斯王牌 但俄军所有王牌包括战无不胜的空降兵部队 都已经被乌军在过去两年打成了残废 我不认为俄军有能力夺取酷皮扬斯克 无非送上更多的人头和装备 实际上 俄军过去两个月持续进攻酷皮扬斯克 没有攻占任何乌军阵地 都是在靠近乌军阵地之前被歼灭 过去24小时俄乌双方接触线上的战斗依旧 俄军对乌城市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显著降低